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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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書房你沒來過是不是 沒有我沒有來過這個書房 它基本上是一個開餐的空間 我還有三分之一的書 在英國 還有一小撮的書在土耳其 我發覺 每一個 它其實是收藏了 我自己本身 對於 書的那種 嗜好版 這個部分就是 中國大陸武士 百話文起家之後 散文小說 台灣也在 在這裡 有兩位我特別喜歡的 我不知道你 認識他嗎 他 很可惜 他 完全一 都寫得很棒 可是兩位在幾年前 不幸就過世 文字很好 雖然他談的是飲食 他談的是飲食 可是 尤其是寒良路 他談的也是一種 外省人 從飲食那邊看回 他難通的文化 在上面呢 是 攝影的書 嗯 這些攝影術 有些已經絕版了 許多人以為 攝影就只是 拍一張照片而已 可是不是 他 普抓的那一刻 那一巡間 他其實 記錄了 那個城市 那個地方的 那一刻 那個歷史 是 台灣有一群 很好的攝影師 當然很著名的是 張兆坦 還有這一本 就是他們 台灣的攝影師 談他們的心理過程 那你拍一張照片 不單只是拍照片而已 他其實 用鏡頭在說話 在反映那個社會 我想說書本 跟你的關係 一定是非常的密切 那你跟書本的關係 又經歷一個 什麼樣的一種變化 我從小看書 就是看雜書 那時候你知道 那個 喬北路的書店 像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是比較左派的 也有友聯 港台那邊 比較右派的 那我們小孩子 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喜歡看 我爸看的是 《五下春秋》《五下世界》 《香港》的雜誌 我媽看的是 台灣的《黃光雜誌》 那時候《黃光雜誌》 是很厲害的 所有好的台灣的作家 當然《瓊瑤》是主打 可是司馬中原嗎 比如說 朱希林 就是那個朱天欣 朱天文的爸爸 都在那裡寫小說 那可能從那裡 從我爸 從我媽的那些 熏陶底下 書變成一個 不可切割的元素 所以你看書的這個 習慣有改變嗎 其實你在看書的過程 如果你喜歡那個 那個情節的時候 我喜歡把它保留下來 讓它的那個韻味 還在腦海裡翻轉一下 對於那個情節的發展 我一點不重視 包括小說也這樣嗎 對…不是收藏的 《資源哉從平石頭記》 這本書很好看 為什麼呢 因為無論你跳進哪一個張圍 它就像一場戲 你走進那個情景 然後不同的人跟你對白 你又回來再讀 這次你讀的是那個 紅豬筆的那個資源哉 他說你要留意謝寶釵 為什麼這麼跟賈母說話 那時候就有點像那個 Freud去跟他做心理分析 所以你讀的其實已經不是那個故事了 而是可能是其中的那種 心理學或者是其中的一種哲學 因為現代人生活是非常的充滿非常的急促 什麼東西都是非常黑白分明 馬上要知道一個答案 然後對…而且非常功利 如果好看的書就是 你栽錄它一個情景就進入狀況 繼續慢慢去研究慢慢去摸索 它讓你慢下來 學懂看書的那個方式吧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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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